险见不动 险见不灭 险见不失 险见无缓 险见不杂 险见无碍 险见不分 险见超情 险见离见 险见一切 险见世心 险见不动 险见不灭 险见不失 险见无缓 险见不杂 险见无碍 险见无碍 险见不分 险见超情 险见离见 险见世心 险见不动 险见不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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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险见不失 险见无缓 险见不杂 险见不杂 险见不爱 险见不分 险见超情 险见离见 险见 Yeah 险见一切 险见啦 险见不抵 险见不竭 险见不 diagnosis 险见我 险见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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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险见不忍 险见不错 险见不ween 日时间 险见不错 险见不错 险近老师 好 请合掌 愿以此功德 以消灾在座诸位法师 诸位护法及师大德 回向本讲堂消灾点灯 以及亡灵排位拔度者 上报是从而 下祭三土古若有建文者 细发菩提心 尽此一报生 同生极乐国 愿生西方净土宗 尚以年花为父母 化开建国不无声 不退菩萨为伴侣 愿年经义冠三百一十三 请合掌 南无仆世释迦�in我佛 南无仆世释迦摩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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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请翻开 任言经义冠 三百一十三页 倒数第三行 第十一节 阿难 求开道言 我们上一次 就是讲到 这一段以前 那么因为这个 七处真心 跟十番显见 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们再一次的 来讲解 诸位千万不要有 错误的观念 认为说这个是重复 这个一点都不重复 这个叫做增广见闻 因为任言经义冠 他所写的这些 提供的这些资料 是相当好的 而且他把整个 一笔贯穿 来弥补 任言经讲义 文言文 建设的地方 没办法理解 难懂的地方 所以 虽然我们看起来 有一点重复 说 哎呀 我们讲义讲过了 那么为什么要讲这个 意观呢 这个可是非常重要的 任言经 一个人一辈子 能够听闻 能够理解佛的心 能够 进去到菩提 完全 要靠正知正见 什么叫做正知正见呢 就是无知无见 不立一个知 也不立一个见 就是正知正见 所以这个知 就是没有邪知 也不立一个正知 正见 就是没有邪见 也绝对不立一个正见 因为那个都是头上鞍头 绝对的知见 心就是知 心就是见 没有二知 也没有二见 这个是入不二法门 因此 任言经的思想 就会特别的重要 因此想给那些 钻眼论眼睛的人 就更进一步的 清楚的来理解佛的思想 也让整个大圣佛教的思想 彻底的进入佛的知见 完全不会走错路 第十一节 阿难求开道言 经文 阿难文仪 重复卑类 五体偷地 常规合掌 合摆 非言 自我 从佛发心出家 是否 微神 常自思维 无劳我修 将为如来 慧我三昧 不知身心 本不相待 思我本心 身虽出家 心不入道 譬如穷子 舍父逃逝 今日乃之 虽有多闻 若不修行 予予不闻胆 如人 说时 重不能保 这一段 对修学佛法的人来讲 是特别的警惕 特别的重要 这一段 是阿难 发出的 这个感叹 说他从佛出家以来 都认为 用依靠的方式 可以得到解脱 叫做 似佛微神 是 错误的知见 修行 是没办法替代的 所以常治思维 无劳我修 我不需要修行 对不对 我的堂兄 就是佛陀了 将为如来 慧我三昧 慧就是恩师 赐给我 不知道身心 本不相待 身心是没办法 互相取代的 所以你的烦恼 你自己要承受 你的病苦 别人在旁边安慰 医生也只能尽力 病苦 还是你在病苦 烦恼 还是你在烦恼 所以使我本心 便丧失了我 原本的如来葬心 身虽然出家 可是心切不入道 譬如穷子 舍父陶氏 这穷子 就比喻六四旺心 从以前来讲 都没有办法开采 自家的珍宝 也就是变成意识心 在六道轮回里面流浪 所以叫做穷子 舍父陶氏 那么 今日乃至 现在才知道 虽有多闻 就算你听了很多佛法 若不修行 若不修行的意思就是 若不实修 如果你没有好好地降服 这颗妄想心 与不闻佛法 等的众生 是一样的 你今天虽然 听闻了很多佛法 如果不下功夫 下死心 确实地 去实修 与不闻佛法的众生 等 是一样的 如人说是 中不能饱 意思是 光口说种种的米食 中不能令肚子饱 注释 重复悲泪 又在悲从中来 而泪流不止 这一次阿难真是 悟今世而着飞了 将为如来 慧我三昧 将而慧就是 加慧于我 慧政慧世 这本来是 乃人情之常 也是凡情所在 因为知道 如来有无量的三昧 而他又是 佛的宠弟 不知道身心 本不相待 说一切功德呼报 还是要自己修 如来 虽有加持力 但是 自若不发心修行 也如来 这加持力 也不相应 所以 如来 也无法加持 所以 要佛陀救你以前 你必须先得救自己 这样才有办法 譬如 穷子舍父陶事 这个穷子 就比喻 六四忘心 在这里 六四忘心 是什么意思呢 要做一个最贴切 单刀直入的定义是什么 渐进起心 就是六四忘心 渐进起心是什么 这个心 是起执着心 起分别心 这个就是离境 无字体相 离开了外境 就没有这个意识心的存在 就是不能活了 那我们又误认为 这个执着分别心 其贪真是 就是认为就是我 所以 无量节来 不认识本性 却认识了六四忘心 父是比喻 本性 本性 就像人 志气家中的 珍宝而淘家 出外流浪 莫知所知 众生 依六四忘心 亦父如是 向外奔驰 追逐五身色 五一六成 不知之法 诸位 修习辅导 你一定要有那种功夫 你必须要把这个 财色明十岁 一步一步地看得很淡 才有办法入道的 叫你一下子断 没有办法 至少你懂得慢慢地 远离 慢慢地放下 如人说时 终不能保 如果光口说种种的美食 终不能令肚子不饿 一贯 说阿难 问佛所以 重复悲伤的流泪 而五体头地 常规和长 二百佛言 所以自我 随从佛发心出家以来 仗势着有佛 威神力加持 所以常暗自思维 因为有佛力加持 便无需劳动我自己去苦修 去苦苦地去修行 不需要 将为如来 一定会会是给我一些三昧 就是用别人 撕给你的 自己心不去误入 而不知身心 本来就不能相待 这句话 很重要的提示 修净土法门的人 更要注意这句很重要 也就是说 你必须念念 这句阿弥陀佛 就是全部的心性 全部的心性 集中在这句阿弥陀佛 同时我们在念佛当中 每一念都必须提升 自己的正念 同时要把贪嗔痴 全部放下 这样才是一个 真正念佛的人 你也才能了悟佛的心 就是我们的心性 所有的三之良 幸运行 不能离开这个心性 然后这样来求 佛力的加倍 力道就大 而不是说 我今天念佛 不出贪嗔痴 就可以跟佛相应的 这个是非常困难的 那底下 这个身心呢 本来就不能相待 因为我已迷失 我的本有的真心 所以身是已经出家 然心切不能入于佛道 诸位 阿弥陀佛这个时候 已经正出 优优独播佛